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向是一个血汗企业 长期以来就是工时非常的长 我们的司机真的非常的劳累 然后工资也不是很好 也是非常的差 对于小丑组工会 把问题提出来 想解决问题的人 把他杀鸡井猴 违法解雇 迫事劳全 还我工作权 家里大融公司 他不断的违法行为 造成员工 已经人无可认 所以像 不断的向劳工局那边申诉 甚至已经开始组成 工会了 结果是造成公司违法解雇 那这个部分已经在 劳动部的不当劳动行为 裁决委员会下认定 这个解雇是违法的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 公司不但没有要善意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已经违法 反而是用恐吓威胁的方式 持续对待集成员工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 来到家里大融总部底下 就是要告诉家里大融的上层 我不知道你到底 知不知道你基层的主管 在各站所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什么样违法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来到你总部底下了 我们非常有诚意要协商 针对这样子违法解雇的案件 我们希望你 就已经赶快回头是案 不要再继续打压员工了 今天来到这边就是希望 劳动部的部长林美朱小姐 可以帮我们 这个家里大融物流的员工 还有家里大融物流 想要筹组工费的员工 来讨个公道 也为我自己本身 受尽了快一年的脱模 来讨公道 希望我们新任的部长 可以硬起来 你才刚上任第一天 我们就送你这么大一个问题 既然劳动部都已经判定说 我该回去了 就让我回去吧 不要再让这间这么大间的物流公司 把劳动部 把中华民国的法律 一直踩在脚底下 也希望蔡英文总统 你能够听到我们的诉求 你不是要鼓励我们 要跟老板说 我们现在跟他说 他不理我们就算了 还给我打压 不给我组织工会 他们这个违法情况 其实在劳动不劳减的情况底下 已经对于他们 为他们延长公司 没有经过合法程序进行开罚 另外也针对他们这个延长公司 超过法令上限这些情况 都已经开罚了很多次了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导致我们的基层员工已经苦不堪言 不断的向公司去说 你现在这个加班的情况 非常的有问题 那我们员工希望 在一个安全也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下 劳动环境底下去 去帮这个资方去进行这个工作 但是怎么样 公司却不理不睬 劳动部他在1月19号 已经针对他这个解雇的案子进行不当来动行为的裁决了 那这个裁决的结果呢 其实有写很清楚 在这个裁决的决定书里面是讲说 确认资方这样子的解雇行为是无效的 那资方违法的情况劳动部是有发函说7日内 他应该要回到他原本的职务 原本的中东所去继续他的工作 恢复他的原职 有跟公司说你现在违法了 你要赶快让我们负职 让曾大哥负职 曾大哥也在期限内7天以内 要去继续上班 结果公司不但没有理他 跟他说你继续等 等什么呢 在电话里面 却私底下跟我们曾大哥恐吓说 他们后续的法律程序 已经都完全准备好了 所以接下来公司要怎么做 就是不断用法律民事诉讼 或是上去继续打 劳动部这个不当劳动行为 才觉得判定是无效的行政程序跟诉讼 继续脱抹我们的劳工 这样的情况是让我们非常无法接受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度来到劳动部底下 对于这样子不断知法犯法 违法了之后呢 却没关系 有钱让他罚的资方 我们新上任的部长林美珠 是学法律出身的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二职资方 到底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解决 曾大哥的案子在家里大容物流 其实不是个案 不是个案 劳工要去争取权益 在家里大容里面 基本上就是会被非法解雇的 那我们除了曾大哥以外 还有另外一位诚信的当事人 他也是家里大容的员工 他当初在公司好好的做了三年 那对于公司一样不断的违法 去侵犯他们的劳动权益 他开始去争取了之后呢 公司里面的站所的所长就开始对他 好 做一些小手段 一样用奇怪怪的理由把他解雇了 用什么样的理由呢 他说他私下连署 其他的员工要进行劳检 那这样子 另外是去争取的时候 向总公司报告 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违法 但是公司怎么回应 他竟然说 他这样子月全的报告 已经重大的违反了他们的工作规则 那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每个人都要当第三主要想 你是中心一直都 Forest 所以他是厉害的 关系里面的工作室 他很厉 Mah 我也敢 我 我 你 受